全國的觀眾 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決戰抽碼 你好 我是謝宇文 今天小漲34點 當然是尾盤台積鏈 拉起來的關係 那成家2458億 還是接近在2500億 我們一再跟各位講 我們說量會比價還要來得重要 我們上禮拜也提出來了 我說萬六一定會來 但是它越晚來越好 台積電利空越多越好 今天台積電又包一個利空 什麼利空 調降 這個今年的資本支出 可是大家去看 這個前兩年調的非常的多 在這個未來的前景 不是那麼明顯之下 我覺得調降一點 我覺得也算是蠻合理啦 那當然我希望這種小小的利空 無商大的利空越多越好 反正萬六一定要來 我根本不去擔心萬六的問題 我希望它越遠來 上禮拜也跟各位講了嘛 我們希望可以去買到 或者是加碼到 更多更多的股票 你看到大型股沒有漲 連巴克在跌 台積電在回 台積電尾牌拉起來啦 你看到很多的這個 大型的重選址的股票在回 可是不代表沒有股票可以做 反而在這樣的行情 如同我上禮拜所講的 我說像這樣子的行情 你才會發現說 你選擇到對的股票 會非常的舒服 為什麼 因為大盤沒有大漲 可是你的股票 不是漲停板就是創新高 老師真的嗎 各位老師朋友 你一定覺得說老師真的嗎 連我最後一次出手去買80塊 到今天以收盤價來做論算 大概也賺了一張20塊 一張2萬塊 連我最後一次的出手點 到今天為止 大約兩個禮拜的時間 也大致上都可以賺一張2萬塊 是不是幾乎每天都有驚喜 每一天都有創新高 每一天都有人在提滑福 那你更不用講 我們當時去買它 第一次去買它 從底部買上來的時候 是30幾塊40幾塊 有會員問我 老師 你說華福今年大概可以賺6塊 難道我不能報到一個波段嗎 我說可以啊 可是我帶會員 就是一定要有進有出 如果你有特別的需求 你的資金是足夠的 麻煩你 無論你剩下幾張 你就給它抱著 我的回答就這麼簡單 今天他給我一句話 老師我感覺100塊 應該是可以占穩 他今天給我一句話 老師我覺得 今天這100塊那個價位 應該可以占穩 雖然收盤是收到100塊以下 可是各位那個差異性 多大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創新高 什麼叫做漲停板 各位投資朋友 30幾塊的 我很少把它稱為軍工概念股 我都把它稱為無人機概念股 我都把它稱為 這個5G基地台概念股 出關第二天連續兩天漲停 到今天爆大量 我正式告訴大家 有的人你就留著 如果你要玩新的軍工股票 你就不要選擇這樣子的股票 因為這樣的股票 來到這樣的價位 出現的量價關係的 到底的所謂的天量 我都認為短線上都不適合 新的 我說的新的就是說 手上原本沒有他股票的人 任何人你現在此時 再去做買進或追價的動作 懂我的意思嗎 或許他還有另有高點 真的另有高點 你等他量縮下來 整理了以後 要拉第二波第三波 那個時候你再來買 可是你不要做一些 所謂的任意的追價 我再說一次 因為今天的量價關係 看起來好像已經怎麼樣 會要到頂了 剩下的利潤也不會太大了 就算你有賺錢 說實在的那也只是小錢 你為什麼不在 三十幾塊的時候去買呢 你為什麼不在 三十幾塊的時候去買呢 你為什麼要等到現在去買 誰告訴你爆破斷不能賺錢 誰告訴你不行 什麼叫做創新高 什麼叫做漲停板 什麼叫做大賺 2457的飛鴻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在聊 各位我們都聊到不想聊了 什麼石拳啦 什麼飛鴻啦 雷虎啦 什麼聯羽啦 紅寶 我都不想再聊了 我們都是帶會員去買那D檔 想爆破斷了 你就給我爆住 D檔最會長的AI是誰 你知道嗎 D檔最會長的AI是誰你知道嗎 71.5塊的6874的臂力 到現在都還抱著 我要講這些績效我講不完啦 我要刷存在感我刷不完啦 我現在告訴你我買了71.5 到現在沒有說 請問你有什麼意義 你現在買回來原來的那個價位嗎 真的回到71.5你敢買嗎 我告訴你你也不敢買 不要說你不敢買我也不敢買 真的回到又回到71.5我不敢買 情人節那一天大家記不記得 我說我帶你去追股票 為什麼因為我後面有高點 情人節那天2月14號 我告訴你在哪裡好不好 這一天 情人節快樂我帶你去追股票好不好 第一天漲停沒有辦法嘛 為什麼沒有辦法它鎖住啊 而且它從了一架到底嘛 我跟你說買了2月13號 那我告訴你那表示我在騙你嘛 電視上2月13號 過了一天2月14號直接跟各位講 我帶你去追股票 隔天帶你去追 71.5買的到買不到 請你告訴我 有沒有騙你 請問你我現在跟你講 這個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啊 現在每個人都要講軍工概念股 我不反對你去追他啦 我認為大概也是 大概這個題材也大概過了啦 你說你一時半刻你要說 從台灣從綠色系島 變成所謂的這個軍事大國 或者是國防大國 我覺得告訴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啦 當然現在每一個人都會 都會都會都會 都會把軍工概念股拉出來 我說你真的要買 你去買那個隱形冠軍 你不要去買那個 混水摸魚的 什麼叫混水摸魚 哎呀我只有沾到 我只有鑽到陶瓷防彈衣啦 你真的要買那種 就是你要走大陸 什麼在走大陸 比如說我們說雷虎嘛 無人機 什麼無人潛艇 我覺得還旱涵嘛 那無人機 你說能夠注重在 它的專業當中 它以前就是模型飛機的嘛 所以你結合起來是 但是對它這個公司來講 是有機會產生出來一個 對所謂的國防軍事偵查 或者是攻擊的一個 很好的無人機 我覺得有機會 比如說你說千富金蜜 它這個原本就是在 做金蜜行業裡面 它就是佼佼者 你說它有沒有可能生產出來 比如說飛彈中間的 巡標器之類的 我覺得有可能 我覺得很有機會 那我說比如說台船啊 比如說隆德造船 有機會 但是這個機會 絕對不是淺顯易懂 我說我今天畫了一個設計圖 明天就有造船 一個船就出來了 我的船就怎麼樣 下水點椅了 不可能 可是各位 股價會先動 股價會先漲 股價會先表現 所以各位 當你發現有眾多的人 帶你去追軍工類股的時候 那反而就不是一個好標的 因為有很多股票都在怎麼樣 混水摸魚 它不是真正的引擎冠軍 保勝光我都認為它不是了 我都覺得沒有這麼快 我都沒有覺得你想像的太好 所以軍工不是用追的嘛 雖然它這一波趨勢 帶起來很漂亮 我們也帶貨人去賺到錢 我們也有去做短線 可是各位 我不會就鼓勵你去追這樣子的股票 我反而就鼓勵你去買低檔的 低檔什麼 低檔的軍工 低檔的軍工我不介紹 我不介紹 我應該這麼講 我要帶你去買低檔 起漲的後面有題材的 籌碼是對的公司跟股票 像那種七十幾塊的貝利 好像三十幾塊的聯羽 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了 三十幾塊的聯羽 各位 三十幾塊的聯羽 人家說買了二十幾 我還買了三十幾 三十幾塊的聯羽 到現在 那更不用講了 這個6138的帽長 那更不用講了 來我再唸一次給各位聽好了 我們就不要秀徒了 3月29號禮拜二 6138155以下買進 3月31號155以下買進 4月6號151以下買進 4月7號禮拜五買兩次 151以下買進 155以下買進 各位全部都是 這一段 你說它有很快 它有很高嗎 沒有 可是我告訴你 就我剛剛所講的 不是大賺就是創新高 雖然它沒有漲停板 到今天為止 也正式突破170塊了 現在我聽到很多人在刷 刷帽打 請問你它買幾次 請問你它買幾次 請你告訴它買幾次 155在哪裡 這叫150啊 最低的時候買了151啊 連續下殺三天的時候 就帶慧倫去買 對不對 卯盡全力使盡必打 大家聽得懂吧 如果你看我節目 看超過兩個禮拜以上 你就知道這句話嗎 是不是 那我現在帶各位買什麼 各位老師們 我現在帶各位買什麼 來 進電腦 我們不要說短線啦 我們小打小鬧 像類似像這樣的股票 我們也帶慧倫去賺 這哪一檔 山陽工業 我們說它營收創新高 工部團真的創新高嘛 是不是 我們帶各位去買什麼 買低檔的 剛起漲的 剛出現買點的 有沒有軍工題材 有沒有AI題材 我告訴你有 我直接告訴你有 網會有利多的公司跟股票 剛起漲的 起漲之後拉回來亮說修正 我們去抓那個拐點出來 做第二波做第三波 沒有關係 就鎖定這樣子的股票 我們去鎖定什麼 跟AI有關係的 跟軟體跟智慧 跟智慧型的這個 這個AI AI包含我們上禮拜 我有講講什麼 這家公司跟台積電 鴻海聯電 日月光 友達 瑞宜 網路銀行 都有合作案 你覺得它會不會漲 包含防毒 包含做一些所謂的POSE 這家公司都有在做 是罕見的 所謂的軟體設計公司 而且它還有做一些 所謂的防火牆 為什麼 你一定有資安的問題嘛 所以各位 像類似這樣的公司 各位你聽好 我要帶你去買什麼 去買低檔的 不是漲上來 我現在帶你去追滑福 我現在帶你去追什麼 沒有用 沒效 利潤有限 而且你抱得心驚膽跳 而且你會說一句話 謝老師你帶我去追高 我帶你去買低檔的 價格不要太高的 類似所有人 無論你是上班族 還是小資族 每一個人都可以買得起的 剛起漲的低檔股票 今天謝老師給各位一個方案 為什麼 滑福上百塊了 永道上兩百塊了 我慶祝一下 來我們進 進字卡 小資族一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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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方便來電 沒有關係 先加謝一文 謝老師的Line 我的ID是 小老鼠HOT888 HOT888 請你來問 什麼叫什麼 誰都是買得起的 小資族一加一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複蕩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努力判斷 深深評估 印刺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 兩千萬元 很貴重 明天見 感谢观看